同学们,你们好。 我是来自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小学的语文老师尹陈妍。 今天将和你们继续学习童话单元。 在这个单元,我们已经学习了三篇童话。 这些童话充满了丰富而奇特的想象。 卖火柴的小女孩中,小女孩擦染火柴,看到了奇异的幻象。 那一定会很好的主人公,不断产生愿望,恰巧不断地实现了。 在牛肚子里旅行中,小蟋蟀经历了一场惊险的旅程。 今天,就让我们学习本单元的最后一篇课文,一块奶浪。 请同学们自己朗读课文,字音读准确,语句读通顺。 如果遇到不理解的词语和句子,可以试着用你喜欢的方法解决。 在你们读课文的时候,本课的生字词语已经出来和大家打招呼了。 请你们读一读屏幕上的词语。 这位同学想把词读读给大家听。 认真听,如果他读对了,请你跟着读。 声字表里还有一个多音字,我们一起看看他的读音。 谁能读读它,不同读音组成的词语。 储,储礼,储,相储,处,住处,处,办事处。 这个字有两个读音,一个念储,一个念储,当它表示一个地方或机构的时候就读四声储,例如住处,办事处。 你的理解很到位,储在读三声的时候有很多含义。 在课文处罚语词中,它则代表办理决定的意思。 今天学习的声字,你们有没有什么好方法,把它们记得又快又准。 我可以用加一加的办法记住又和堕这两个字。 岩字旁加上秀,是诱人的又。 足字旁和躲凑在一起,就是堕脚的堕。 你用上了加一加的方法,很不错。 谁还有别的方法? 把添加的添字中的三点水去掉,换成蛇字旁,就是舔。 你用上了换一换的方法记字,值得我们学习。 大家的词语都学得非常好。 接下来就让我们借助学习提示来学习课文吧。 先来读读学习提示。 今天的学习提示也有两个任务。 我们首先完成第一个任务。 默读课文,想象课文围绕一块奶酪,讲了一件什么事。 默读时,要集中注意力。 不出声,不止读,边读,边思考。 我们一起来交流。 课文讲的是蚂蚁队长带领小蚂蚁们搬运奶酪的事。 同学们,在大家搬运奶酪的过程中,又具体发生了什么呢? 谁能说一说。 我读到了蚂蚁队长是最先发现奶酪的。 在搬运过程中,蚂蚁队长把奶酪拽掉一脚。 面对奶酪,蚂蚁队长的心七上八下,但他最终战胜了想要偷嘴的念头。 我还有发现,蚂蚁队长最后让小蚂蚁吃了奶酪渣。 在最后一个自然段,我知道了奶酪很快被搬进洞里。 孩子们,试一试,将这些关键内容串联起来。 完整地说一说,课文围绕一块奶酪讲了一件什么事。 蚂蚁队长最先发现了奶酪。 在和同伴搬运奶酪时,他不小心把奶酪拽掉一脚。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,蚂蚁队长让最小的蚂蚁吃了奶酪渣。 最终,大家干劲十足,把奶酪搬进了洞里。 以后,我们也可以像这样,通过抓住文中的关键环节, 再把他们串联起来,按照事情的发展顺序,概括出故事的主要内容。 蚂蚁队长一定给你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请再来莫读课文,说说你喜不喜欢文中的蚂蚁队长,理由是什么。 我很喜欢蚂蚁队长,因为他不但对小蚂蚁们要求严格,对自己也绝不放松。 在第二自然段,面对小蚂蚁的嘀咕时,蚂蚁队长立刻就说,如果自己偷吃,照样要受处罚。 你抓住了蚂蚁队长的语言谈感受。 蚂蚁队长听到小蚂蚁们的嘀咕,马上就可以当着所有同伴的面,提出对自己的要求。 真是对自己非常严格呢。 请分角色,再来读一读这段对话。 听了你们的朗读,我似乎看到一位严厉的蚂蚁队长,正站在我们眼前呢。 谁还有补充? 通过第五自然段,抬着他不要说吃,单是闻问,都要淌口水,这句话。 还有第七和第九自然段,有关休息时,大家谁都不肯离开奶酪渣的描写。 我感受到奶酪太诱人了。 可就是这样,蚂蚁队长还是严格遵守了禁令,他对自己的要求真高。 我很喜欢他。 你发现了描写奶酪的句子,你们可以闭着眼睛想象一下。 奶酪金灿灿的,香喷喷的,奶酪这么香,蚂蚁队长都没有把奶酪吃掉,他的意志可真坚定啊。 我也同意前面同学的看法,请大家一起看第六自然段。 面对奶酪渣,蚂蚁队长的心七上八下,看到了蚂蚁队长,我就仿佛看到了我自己。 我在面对诱惑时,犹豫不决的样子,不就和文中左右为难的蚂蚁队长一模一样吗? 但是蚂蚁队长最后仍然坚定了信念,我觉得这位队长特别可爱。 看来,你也很喜欢蚂蚁队长呢,你从蚂蚁队长的心理状态,联想到了自己的感受,又借助自己的体会,加深了对蚂蚁队长的理解,真的非常厉害。 此时的蚂蚁队长看着奶酪渣,他的心七上八下,他都会想些什么呢?你们能试着想象一下吗? 蚂蚁队长的心七上八下,他想,奶酪多用人啊,抬着它,不要说吃,但是稳稳,都要淌口水,我还从没见过这么香的奶酪呢,我到底该不该吃了它呢? 蚂蚁队长的心七上八下,他想,把奶酪渣丢掉可太可惜了,可是我已经答应所有队员不可以偷吃了,我怎么可以违背自己下达的禁令呢? 蚂蚁队长的心七上八下,他想,大家可是听了我的保证,才这么有劲头干活的,我怎么能让大家失望呢? 你们能够联系上文,展开想象,理解了此时的蚂蚁队长,心中真是七上八下,让我们再来感受一下蚂蚁队长的内心吧。 盯着那一点儿掉在地上的奶酪渣,蚂蚁队长想,丢掉实在太可惜,趁机吃掉它,又要犯不许偷嘴的禁令,怎么办呢? 他的心七上八下,只好下令休息一会儿。 蚂蚁队长对自己可真严格呀,还有谁想要说说自己对蚂蚁队长的看法? 第十一自然段写道,这时,奶酪旁边只有蚂蚁队长,他要是偷嘴,谁也看不见。 蚂蚁队长已经嗅到奶酪了,但在没有别的蚂蚁监督的情况下,蚂蚁队长依旧没有偷吃,他抵制住了诱惑。 奶酪那么香,但在蚂蚁队长独自面对奶酪渣的时候,他还是没有偷吃,他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。 让我们再来读一读这个自然段。 这时,奶酪旁边只有蚂蚁队长,他要是偷嘴,谁也看不见,他低下头,嗅嗅那点奶酪渣。 味道真香,可是他犹豫了一会儿,终于一跺脚,注意了,全体都有,绍兮,立正,向后转,起步走。 所有蚂蚁都被奶酪吸引了,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,蚂蚁队长还能够抵制诱惑,坚守禁令,对自己的要求异常严格。 这就叫做言语律己。 你们喜不喜欢蚂蚁队长呢? 谁再来说说? 我非常喜欢蚂蚁队长,请大家看七至十自然段。 蚂蚁队长看见所有蚂蚁都盯着奶酪渣不放,他突然下令,注意了,全体都有,绍兮,立正,向后转,起步,走。 等小蚂蚁们消失在草丛中,他才大叫,立定,原地休息。 蚂蚁队长可真喂养啊,特别像个队长呢。 我很同意你的看法,看到大家被奶酪渣深深吸引,蚂蚁队长立刻下令,十分果断。 我还有想说的,在十二自然段,蚂蚁队长不但自己没有吃奶酪,还把奶酪分给了最小的蚂蚁。 我觉得他不但对自己要求严格,而且很爱自己的伙伴,让大家佩服。 是啊,蚂蚁队长真是爱护又小呢,他把奶酪渣送给了最小的队员,令所有蚂蚁心服口服。 就这样,大家又赶紧活来了,尽头比刚才更足,奶酪一会儿就被搬进洞里去了。 同学们,说一说,为什么大家赶紧更足了呀? 他们看到自己的队长可以说到做到,对自己严格要求,觉得蚂蚁队长是他们的榜样。 大家一定是看到蚂蚁队长的行为,被感动到了,所有的蚂蚁都觉得蚂蚁队长非常厉害,就算没有同伴的监督,他也能够坚守自己的诺言。 看着这样的队长,我肯定也特别支持他,一定要把工作做好。 而且,他们看到蚂蚁队长把奶酪给了最小的蚂蚁,认为他不仅仅以身作则,还照顾幼小。 相信你们都非常喜欢蚂蚁队长吧,因为他以身作则,严格自律,成为了大家的榜样。 再来读一读这个自然段。 大家又干起活来了,尽头比刚才更足,奶酪一会儿就被搬进洞里去了。 今天,大家体会的都很深刻,我们先是感知了课文的主要内容,又通过抓住蚂蚁队长的表现,发挥想象,走进了他的内心世界。 体会了他是这样一位严于利己,照顾弱小,以身作则的队长。 希望你们在课后,能把自己对蚂蚁队长的看法,说给别人听。 本单元的课文,我们就学习到这里,愿你们能够爱上童话,并尝试创作童话。 同学们,再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